这是一台7D加Suite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操作 首先我们拿下电影线 插上,然后也都稍微一开工打开 这是我们的Suite手柄 Suite在这边 我们用箭头 箭头对准这个白点 插进去 7D的话也是这里有个箭头 然后有个凹槽 我们也是对准白点 插进去 前面的话有个绿开关 下面有个绿开关 放开 这就有7D很随密的界面 我们先来看7D的操作 点一下7D 我们的刀口类型 就显示在这里 然后放数2万发 1.5D 金具 金具的话最小是1.0 最大是3.0 我们调好 我们调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保存 然后长按M1 然后长按M1 一直按 按住 然后它变成蓝色了 就保存在M1 如果你现在保存其他的数据 把这些变动一下 可以保存两组数据 然后按M1 一直按 第一层也会第一层 然后就保存进来了 如果你要用这种数据的话 我们按M1 刚才保存的数据就出来了 直接按M1 准备就行了 按M1 按M1 调好之后 我们就来测试打点 首先我们要检查一下 我们 刀口里面 有没有水 水的话 它有没有盖过里面这个薄片 然后我们再涂上凝胶 打点的话我们是立着一点的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我们单排的打 如果你想循环打的话 这里 有个时钟 这里 50 可以调到 1000方 50 可以调到50 然后按准备 准备 准备的话 我们按手柄开关 按一下 它就会循环打 把50发 如果你中途想暂停的话 我们也是按一下手柄的开关键 它就会暂停 然后继续的话也是 再按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循环打 这个是我们的循环打 然后设置的话在这里设置 这个是我们后台每个刀头可以单独挑的那样的 最小的话是50 最大的话可以加到200 我们默认的话都是100 调好之后呢 就按确定就行了 它滴滴两声就写进去了 然后我们手柄编码和探头的编码都在这里 我们要配手柄和刀头的话 要统一这一个编码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记录的 记录每个刀头打了多少发 都记录在这里面 然后也可以清理 我也就是清理反回就行 这个就是我们7D的操作 7D看完之后呢 我们按反回 看4密的 点击4密 4密的话呢 我们这里也是 上面有5个柱 6个 7个柱 然后刀头的话 有金色的7个柱 然后中间也有一个 要对整柱子查 哦 这里有刻度 刻度对着刻度查也行 一定要对整刻度才能查 然后我们4密的发数显示在这里 看头的类型 4.5 这个呢是我们转一圈打的 转一圈它打一发 转50度 350呢就是它转完一整圈是350度 因为360度的话它就到0这里了 所以我们一圈是350度 这个间距 间距最小是1.0 最大是3.0 我们调成1.5的间距 长度最长是20 最小是10毫米 长度我们调最长 然后能量的话 默认是0.2的能量 最大也是加到3.0 我们把这个数据调好之后 也可以M1 M2可以保存数据 长按这个 它第一圈就保存进去了 然后M2的话也可以重新调一下 然后可以保存第二组数据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打点 这个的话是自动和手动 我们先把它调成手动 因为我们这个转一圈 调的是50度 所以等会打一发的话 它就会转50度 现在我们打了两发 它就转到100度来了 就是手动 然后我们一条自动的话 自动的 它蓝色的就是自动 然后你按开始 它就会 转一圈 打一发转50 然后一直会转完一整圈 350度 然后归铭 这是自动的打点 手柄的话也能暂停 针头暂停的话 我们也是按一下手柄键 就暂停了 然后开始的话 也是再按一下 开关就行了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是我们每一排打点的点数 出点的一排打14个点 这个的话是我们调成350度 然后打一发它转50度的话 一共它可以转8次 设置 点设置进来 这就是我们的后台 可以单独调到头的能量 最小的话是50 最大可以加到200 我默认的话就是100 我默认的话就是100 你调好之后 加减好了之后 你就按确定 它滴滴眼神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到头的编码 这就是我们的7D加CM的操作